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停 你来干什么 我今天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 是想告诉李先生 我已经追求玄宁小姐了 所以希望李先生 不要介入我和玄宁小姐之间的事情 史川俊 难道你们日本人都这么厚颜无耻吗 我告诉你 玄宁小姐根本就不会喜欢你 我认识她比你早 交情也比你深 要说介入 我觉得 倒是你一直在纠缠着玄宁小姐 破坏我们的约会 还敢来这里大放厥词 李先生稍安勿躁 我今天过来是想告诉李先生 你是玄宁小姐的朋友 而且 我也不想因为你得罪玄宁小姐 当然 我也知道结果如何 你肯定会输的 所以好言相劝 好言个屁 史川俊 你少张狂 我告诉你 上次我输给你 是因为我大意 不然的话 我也觉得李先生的功夫 不止如此 所以今天 我来这儿有第二个目的 是想观赏一下中国功夫 看看 有没有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果然 果然什么 果然和李先生的功夫一样 须有其表 都是些花拳绣腿 而且 练习的方法 也不科学 所以表演一下还行 但是打起实战 绝对不行 在我们日本 小学生 都可以打败你们眼前的中学生 你说什么 说什么 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这种风口计较 可是你今天到这里 侮辱我们这些学生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好 今天我们再打一场 我绝对不会输给你 同学们让开 李先生的功夫 我已经很教过了 在我看来是侮辱人的 所以你根本不配合我教授 闭眼 这位先生 在下经武 南泉武馆弟子 也是这里的教习 请问是否有资格 Yaz pour 谁 尔离 尔离 二里 二里不见了 好 你别着急 我想 他可能只是出去走走 我这就去找他 这家人呢 你找谁呀 兴风 兴风她在哪里 我只是为了打扫的 他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过来打扫的 你快走吧 快走吧 兴风 你为什么要离开 我已经不逼你了 我只想 只想看着你 也不行啊 也不行啊 新风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在哪儿 新风 新风 新风是你吗 放开 放开 新风 放开 放开 我 俊风 你知道 你知道 醒风在哪吗 静病啊 静静 醒风 你叫床 醒风在哪 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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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静病 别跑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说 这位先生 你没事吧 你起来啊 起来啊 没事就起来吧 不要妨碍我做生意啊 这个人真是 走开啊 走啊 别妨碍我做生意 出声 我决定开拓唐叶的生意 筹划方案 交给你全权负责 老爷 唐叶这个生意刚起步 你就将整个生意交给我 在这个家里面 你跟薛宁办事 我是最放心的 楚生 薛宁会负责协助你筹办一切 爹 您放心 薛宁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那就好 以后你们两个就通力合作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运输问题 因为我们车辆不足 所以没有办法承担大规模的货运 爹 你们都在啊 你不会敲门嘛 一点礼貌都没有 爹 你们聊什么呀 让我参与吧 这里没有你的事 回去做好你的本分再说 出去 去 爹 二哥也是好心 为什么不让他参与啊 让他参与只会添乱 多一个人负责 就多一种意见 到最后只会无所是从 好了 别说了 你们两个去办就行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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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康 他还在外人面前数了我 包括说的一无是处 其实我只是想帮爹 帮咱们这个家分忧而已 奶奶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宋夕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所有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还是找不到 这孩子去哪儿了 是啊 哦 对了 他 会不会去楚生那里了 不会吧 要是那样的话 他们会派人来告诉我的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看 我去孟元问一下吧 好好 好 好 儿礼 儿礼 怎么了 儿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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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礼你醒醒 儿礼你怎么了 儿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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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听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的一面之词 你问问他 你问问他前几天 在子弹场子做了些什么 差点因为他的无知弄垮了子弹场 你还好意思来这里告状 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 那些我不管 现在说的是唐爷的事情 薛婷 他只不过是想多帮你一些 我早就说过了 你既然给薛宁机会 那也应该给薛婷机会才是啊 娘 如果他行 我早就交给他了 否则他再怎么哀求我 都是没有用的 你 娘 这件事情 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去办点事情 您好好休息吧 你 奶奶 你怎么办 薛婷啊 奶奶啊知道你心里没委屈 放心 奶奶一定会支持你的 少爷并无大碍 调理一下就好 谢谢大夫 我送你出去吧 好的 好 请 来 师 师父 你在哪儿 你到底在哪儿 你到底在哪儿 师父 师父 儿立 醒来一切就都过去了 睡一觉就什么都忘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要是将唐的制成品 运到全国各地 首先要解决的是运输问题 现在虽然有铁路 但是能到的地方不多 所以除了车辆之外 要是有货船那就更理想了 但是货船就会牵涉到码头的问题 此外就是搬运工人 是啊 这有船没有码头停 也卸不了货 工人人手不够的话 也耽误工期 这两个问题啊 都必须解决 货船的事情就让我来负责吧 这两年我也接触过一些船运的生意 码头的冯管事他见多识广 人脉也很多 我想他应该可以帮我们这个忙 好 其他的事就由我来负责 你明天有空吗 我想我们去看一下货船 好啊 那我去安排 嗯 大哥 其实这事也没那么难 要工人要船 去找利通泰就行了 大嫂也是生意人 她肯定愿意接这单生意 我不是没想过 但是 我就是不敢去找小夕啊 有什么敢不敢的 大哥 这事你可把它搞复杂了 两家合作大家都有好处 再说了 你不可能跟大嫂总这么僵下去吧 这是缓解你们俩关系的好机会 我好好想想 我想知道 薛婷 奶奶 这是什么呀 傻孩子 你看看 这些啊 都是奶奶多年来 积攒下来的金银手势 现在奶奶老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码头也太陈旧了 根本不适合稍大的货船 提靠些货 我觉得一定要重建才行 没错 如果要重建的话 起码要比现在大三倍 你看 要从这里 扩建到那里才行 而且啊 要用最好的材料 造一个最结实的码头 难怪温老爷让你帮我 原来你胆子比我还大 让你见识一下 我们温家大小姐的本事 我告诉你啊 我爹常说我做生意 很有能力的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 到那边再看看吧 见码头的事不能草率 我会找人精确测量一下 对了 我还约了六斤谈工人的事 咱们快点回去吧 好吧 没事吧 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啊 娘 您什么时候来的 我都进来半天了 想什么呢 想男人了 娘 您说什么呢 薛宁 你最近和顾楚生走得有点近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你乱说什么呀 我跟他只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 那怎么有人说 你跟他在码头 我那是差点掉到水里 多亏顾大哥救了我 顾大哥 叫得可真够亲热的 薛宁 我告诉你啊 不管怎么样以后 你不能跟他接触 他是什么人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自从香兰死了之后 他对娘的咄咄相逼的样子 娘 你怎么现在又提香兰的事呢 我都说了 我跟他没什么事的 您别瞎操心了 要真没什么事最好 薛宁 你可是文家的千金大小姐 她可是有父之福 你可千万不能做出 犹如门楣的事 娘 我知道的 您就放心吧 我只是因为他救过我 所以感激他 尊敬他而已 感激 千万别感激得以身相许就行 娘 我知道我的话是说得重了点 你不爱听 可娘都是为了你好 现在是民国了 不讲那一套了 但是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呢 你要是走错了一步 那咱们母女俩 就万劫不复了 你明白吗 娘 我都已经说了没什么了 哎呀 好了好了 我不想说了 我要睡了 你要好自为之啊 姑父 姑父 你看 我又本钱和您一块做洋言生意了 有没有抽过啊 没有 连这个都不懂 怎么做生意啊 试试 试试 姑母 第一次都是这样 多抽几口 对 慢慢就喜欢他了 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奶奶给我的 她跟你一样醉疼我了 羡慕得我在家里受委屈 姑父 那我就全都交给你了 薛婷 既然你自己看好这门生意 又相信姑父 那这钱我就收下了 赚了钱之后 算你的 赔了钱 姑父连本一起还给你 修霞 这么晚了你还来干什么 娘 四姨太的事日子已经定好了 过两天啊 我们就把她迎进门 来 这个事你办就行了 早点办也就省心了 我说修霞 这个四姨太会不会像老三那样 去进家门来是个祸害 搞得家务凌日的 娘 信不过我 还信不过国轩呢 怎么 他见过了 前两天我请老爷见了这个何小姐 他挺满意的 相中了 相中了 那老三不也是他看中的吗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个祸害 娘 看您说的 我明天约了何小姐去庙里烧香 到时候我好好地再想想她 那你就得多操心了 修霞 娘 您就放心吧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求佛祖能够保佑我父亲的病 早日康复 还请你保佑儿李 一生平安 永远幸福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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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放手啊 你放开我 永远 永远 你听我说 走 你放手啊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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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永远 你听我说 你冷静一点 你放开我 你听我说 永远 你哪够了没有啊 永远 我们在一起 好不好 永远 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不可以再这么任性的 你知道吗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再过两天 我就要嫁人了 我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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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不放 我知道 我一放手 你就走了 但我就再也找不到你了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二日 我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这样 只会让你娘为你更加的伤心 只会让我为你更加的伤心 你不要这样 我求你不要再让我为你伤心了 姐夫 好 你不是教过我们 要打破封建礼教 争取婚姻自由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婚姻 我以前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是自愿的 自愿 那好 那你告诉我 你要嫁的人是谁 说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知道了 连你也没有见过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求你不要再问下去了好不好 不管我要嫁的人是谁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已经成为事实了 快请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不要为难你 我是在救你了 行方 你想想 你又嫁给一个 你不认识的陌生人 万一 他有侏儒 有粗暴 有劳有仇 那你怎么办 那我又怎么办呢 行吗 我是为了你好 我是为了你好 相信我 你要是为我好 你就不应该这么做 你应该帮我走 你这个样子 根本就帮不了我的 我可以的 我可以 你知道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走 我带你去一个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开始新的生活 那一定会很美 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走啊 相信我 一定会很好的 可以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求求你不要这么自私好不好 难道你就忍心 丢下你娘一个人 让她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吗 可是 我做不到 我偏不下我爹 他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人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请求你 放我走好不好 放我走 不要 孙芳 不要 我不要 我求求你 孙芳 放手 孙芳 你帮我走啊 孙芳 你帮我走啊 孙芳 帮我走 大太太 这么久了还没看到她 行了 不等了 我们先回去吧 嗯 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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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 孙芳 你还在啊 孙芳 你渴吗 啊 我去帮你找水喝 啊 我去帮你找水喝 好不好 孙芳 你别走啊 啊 你在这里等我 等我 等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啊 等我啊 等我 哎 哎 妹妹 哎 我刚刚 我刚刚去和家了 和家大门紧闭 邻居说和家早就搬走了 我也找不到尔璃 家里没有啊 哎呀 他会不会想不开啊 哎 还真有可能 哎 你真是不要嘴啊 孙芊 尔璃找到了 啊真的 哎 我听一个侨夫说 说我尔璃拉着和姓芳 去了东郊了 都都都东郊哪啊 对啊 祖堂山方向 哦 你得赶紧找去啊 哦 姓芳 姓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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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ologically 为什么要跟一个毫不相干 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起 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 为什么 婉礼 我求你亲切一点好不好 是 你是可以这么自私地撇下你娘 庞派所有的一切 恨我远走高飞 但是我做不到啊 我还恋我爹 我是不可能让他一个人 去承受这一切的 你知不知道 而且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你知道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只要你给我机会 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的 我求求你 幸福 我求求你啊 求求你 幸福 阿里 等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主持人 女儿 在一起 师父 我求求你 和我在一起好吗 我求求你 抓住了 大夫 耳里怎么样了 少爷头上的伤并不严重 休息一两天就会没事的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好 郝老师 顾先生 耳里他现在怎么样了 要不要紧啊 耳里他没事 何老师你坐 慢慢说 好 何老师 都是我教子无方 才让耳里这么任性 差点还惹出大祸 对不起啊 这也不能怪他 要怪只能怪我 我身为他的老师 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耳里现在这样的年纪 还是太年轻了 太容易冲动 所以才会发生 今天这样的事情 都是耳里不懂事 何老师 让你受惊了 您千万别这么说 不过请您放心 再过两天 我就要出嫁了 相信 我和他之间 再也不会有机会见面了 所以 请您放心吧 他会振作起来 把我忘记的 谢谢你 何老师 顾先生 我就不打扰您了 要是耳里有什么消息 您就第一时间通知我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你要走啊 对啊 明天早上 恒大龙还有事要处理 我要赶回去 你不用休息两天吗 不用了 你没事吧 没事 照顾好儿女 再见 小夕 以为儿李吃药 我搜索她 刚才 我坐在儿李的床边 真正地看着她 我忽然感到很害怕 我害怕失去她 这么多年 我没有尽过 做父亲的责任 如果我们父子 早一点交心的话 儿李也不会陷得这么深 小夕说得对 我王为人父 你去了孟元 儿李并没有怪过你 而且她听说 你貌似救了文家小姐 并且抢回了赈灾寒衣 这些事情之后 她很能为由你这样一个重情义的父亲而自豪 你知道吗 儿李 她很需要你这个父亲 而小夕呢 现在为了李同泰的生意 已经精疲力尽了 我担心 她撑不下去了 我对不起他们母子俩 来 顾处生 你既然知道你对不起他们 你为什么不回来 好 小夕对你的心 你还看不清楚吗 她等了等了你十八年 你知道吗 别吵了 别吵了 哎呀 初生 一家人在一起 就应该相互扶持 同甘共苦 现在小夕和儿李 他们需要你 只要你回来 我保证 小夕不会计较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 你们一家三口人 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你何必要寄人篱下 在外面听人摆布呢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留在孟元 就是为了他们母子的安全 你这话什么意思 开始 我怀着救国的心离开南京 这么多年 我一无所有 却惹来很多是非 这次回来 我不想连累任何人 对方的人很厉害吧 抱歉 我不能解释太多 其实这次我留在文家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借助文家的财力 发展民族经济 壮大我们的民族工业 帮助更多黎民百姓 摆脱贫困 尽快地拯救国家 你看看外国立强 哪一个不是振兴工业 发展经济 然后国家才富强的 文家的恒大龙 在南京是最有实力 经营范围最广的上下 所以 你才去了龙园 虽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说服文国宣 但是我一定会尽力 为国出力的机会不多了 这个机会 我不会错过 顾大义舍小家 固然是男人所为 可是 我担心小夕他会 毕竟是 这么多年的苦与怨 不是那么容易 就解决的 我只希望有一天 能给他们墓子一个补偿吧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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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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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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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别放他走 爹 Zhao Ninja AAAHH boys 啊 f 啊 呃 哦 呃 呃 对 走 石川先生 不知道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情 不妨直说 实不相瞒 小儿阿俊与另爱 虽然相识不久 但对文小姐是真心相赋 还望文先生准许小儿与另爱来往 领郎一表人才 成王错爱 那是小女的荣幸 但是石川先生应该知道 当下的年轻人 都是讲婚姻自由 恋爱自由 感情方面 还是交给他们自己处理好了 我也不便参与 文先生真是开明 小女留过洋 满脑子都是讲民主 论自由的那一套 如果他坚持一个事情 谁都改变不了 就好像喝红茶一样 不是他喜欢的那种英国红茶 他绝对不会品尝一口的 看来俊儿还要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 才能够夺得家人的放心 就让他们自由发展 来 请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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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了 走下去我还是输 我认输了 到此为止吧 为什么 老爷精神不集中 再下下去也是输多赢少 我这样取胜了 有点胜之不舞啊 这样你都看得出来 那我应该说 你是斤斤计较好呢 还是说你太了解我呢 那一行一半吧 老爷 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可你还很想念香兰对吗 对 刚才我还给他烧了香 我这半生 虽然有几个女人 但是让我最内疚的还是香兰 要是她早跟我说她怀孕了 她就是我的私医太 我发觉我一生的烦恼 都是为了女人 我有三个太太 我一直想够了吧 可是为了开枝散叶 季后香灯 我还是要取第四方 而且是我娘逼我的 这个话不能说出去 否则就变成了笑话了 这算不算是在一个家族里面 当个大管家的悲哀 那也没你说得那么惨 不说了 再来一句 好 一定赢你 行 您的 不要 他 我 你 您的 您的 是 我 您的 我 放鞭炮 杏芳给老夫人敬茶 看你这么无样 倒是个知书达理的孩子 嫁给我们博轩做小妾 委屈你了 不过 你既然愿意嫁到我们文家 我们文家是个大户人家 今后啊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不会的 你就问大太太 她会告诉你的 要是有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我会给你做主的 杏芳知道了 谢谢老夫人指教 来 拿着 谢谢老夫人 杏芳给大太太敬茶 文家 家大业大 你这四姨太进了文家 以后啊 要懂得文家的规矩 做什么事 都要先以文家和老爷为先 知道吗 杏芳一定谨言慎行 听从大太太指教 你啊 跟各房熟了以后 也不必那么拘礼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为老爷尽快生个儿子 为文家传宗接代 知道了 拿着 谢谢大太太 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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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大太太说 你曾经大过老师 是吗 你受过新派教育 又那么年轻 嫁给我多少有一点委屈吧 老爷 千万别这么说 幸方是甘愿的 你不用紧张 往后我就是你丈夫 虽然你是四方 但是我对所有妻妾 都是一视同仁的 我会好好待你 疼爱你的 コメ Turt representatives appointed 故障 渠�됐 黄田 故障 多空 如果 想要 holy 哎 阿嬷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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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已经睡了两天了 头还疼不疼啊 两天 你干什么 你还没好呢 我要去找姓芳 尔礼 尔礼 你还没好呢 你快躺下 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我不吃了大妈 我要去找姓芳 尔礼 娘 您不要再拦着我了 好吗 你不用去了 何小姐她已经嫁入文家了 你们在骗我 真 尔礼 是真的 你们在骗我 没骗你 你们俩都在骗我 没骗你 我们都没有骗你 尔礼 没有骗你 你说啊娘 骗我的 是骗我的 你们都在骗我 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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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之前这没人 可一点都没有透露过 这四姨太也是 为人师表 怎么能这么做事呢 未婚失身 这也太丢人了 名声清白 不一定人也清白 你说是吧 秀霞姐 老爷这么信任你 把选四姨太的事 交给你来办 你去找个不明不白的女人回来 我看你是在害老爷吧 什么不明不白的 别胡说八道 要是黄花闺女 怎么连初夜都没有落红 我看她根本就是个 不守妇当的放荡女人 好了好了 行了 别说了 既然四姨太已经取过门了 总不能她昨天刚进门 今天就把她赶出去吧 你们哪都吩咐下人 叫她们不要在外面乱说 免得影响国轩和文家的声誉 娘 那总不能就这样 放过四姨太吧 这个事啊 国轩她自然会处置的 绿川俊认为身手不错 当众羞辱我 甚至还威胁我离开群宁 你说 算了吧 人家文小姐本来就不喜欢你 你就放弃吧 不可能 现在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荣辱问题 还牵扯到金陵中学 甚至是中国习武之人的尊严 根本就不可能低头的 没那么夸张吧 不就是你们情敌之间争风吃醋吗 扯那么远 不过我可没想到啊 你的情敌竟然是那个 到处踢馆的日本年轻高手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分量话 刘金 你知不知道 因为这个史川俊 现在金陵中学的国术部 已经关门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自从那个史川俊 打败金老教头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 愿意来学校教课了 刘金 我现在就全都指望你了 你能不能跟你那个顾大哥 说一声 为了教课吧 可是孟元的工作 实在是太多了 顾大哥又去拓展新的生意了 压在我身上的工作 越来越重 现在肯定无法抽身了 我可是你的兄弟啊 你连兄弟这个忙你的不帮啊 不是帮不帮忙的问题 真的是分身乏术 再说了 我也是替薛宁小姐工作 你也不想你心目中的女神怪我们吧 那怎么办呀 咱们总不能让那个日本人 在咱们中国人的地方横行霸道吧 你总得想一个办法呀 有什么办法呢 那你教我 你把我教好了 我就去找那个日本人报仇 一血前十 因为咱们南京的习武之人 出一口恶气 拉倒吧 你以为学功夫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那个史川俊连金老教头都能打败 你连三年五年 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大不赢也要打 为了学宁 为了中国人的尊严 我就是被打死也不会退缩的 刘金 你说句话 教还是不教 行 我教 为了兄弟你 我就算不能两肋插刀 我也会尽我所能 你放心吧 我只要有空啊 就出来教你 唐叶的生意准备得怎么样 恒大龙的码头已经在修建当中 三个月内应该就可以启用了 多找些工人 尽快完工 多加些钱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运后工人我都安排好了 只是恒大龙定造的船 我想不能按时做好 不过我已经跟几家船主打了招呼 打算租他们的船应急 但是现在是船运忘记 船的供应 的确是个问题 而且价格方面会比较贵 唐叶生意我们刚刚起步 绝对不能有半点差错 还有 我跟南洋方面已经定好了时间 如果货船不足 会延误货物送打 那会影响我们恒大龙的声誉 这样吧 你就跟船主再谈一谈 把所有的船都借过来 也许会有帮助 其实我和学宁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已经约好了船主明天晚上见面 好 那就好 交给你们两个我就放心了 所有的费用不要太少 需要什么开销就到账房支 爹 您这么大方不怕我拿钱去乱花吗 你这个丫头啊 如果真去花就好了 多买些胭脂水粉 漂亮的衣服 装扮成大家闺秀 找个如意郎君 早点嫁出去 那爹就开心了 爹 我在忙着帮您打理生意 哪有时间去买什么胭脂水粉啊 好 我不管了 以后我不管你的生意了 这个主意好 爹在生意方面再累也无所谓 女孩子加码早晚要嫁人的 总不能一天到晚忙来忙去的 把追求者都吓跑了 这么容易吓跑他 那他也不配当我的丈夫 当年的女婿啊 对不对 来 大家干杯啊 不要客气 来 来 虽然我们恒大龙 平日与各位生意上往来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这次 如果各位肯鼎力相助的话 我们恒大龙一定会铭记于心 郭总管 大小姐 双倍的价钱确实很吸引人 只不过呢 我们剩下的货轮 早已经租给了王家的利通太 要是转租给你们 只怕王大小姐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我看这事也简单 顾总管是王家的女婿 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顾总管只要跟王小姐商量一下 我们也就好办了 对不对 是 是 只要王大小姐一开口 这件事就好办多了 好 那我回去跟她商议一下 到时候再跟你们联系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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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告辞了 先告辞了 好好好 告辞告辞 告辞告辞 这件事就麻烦各位了 等我们商议好了 就会通知各位 好好好 那我们就要静候顾总管的佳音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那请 顾总管哪里话 应该是谢谢你才是啊 对对对 那请回吧 我都不远送了 各位走好 留步 留步 怎么了 你担心坐不到船啊 您会去找小西姐吗 看来现在 只有李通太才能帮我们了 别喝这么多了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来 我不走 我还要喝 不要再喝了 来来来 你坐下来陪我一起喝 我真的不能再喝了 一起喝吗 再喝我也会醉的 来 不会喝就别喝了 一会儿回去还要开会的 我喝一杯 真的 不行不行不行 陪我喝一杯 好好 好 拉着大小姐 这 这个衣冠禽兽 简直就不是人 是他畜生 什么东西啊 我从来就没见过这样的 完全就是一个臭无赖 大哥 你骂谁呢 还有谁啊 你那个顾处生啊 他怎么你了 妹妹 咱们都让他给蒙了 说是去梦园当总管 其实呢 是贪图人家文家小姐的美色 没准还惦记人家文家财产呢 你还给他做衣服 我跟你说 他不配 赶紧跟他离婚 咱们王家跟你说 你就是个人 也没人的 你不是一个人 我还没有人 这是一个人 我还在奔走 我会说 我还能不能跟她 你这样的 你还不错 不是 我还能给你 睡觉 你还能给你 我还能给你 那么多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正好不忙 所以就约你们一块出来了 你就是该请我们出来坐坐 你看看你自己 又憔悴了 我还听说啊 耳里前段时间生病了 没事了吧 没事了 受了点小风寒 你看看你 忙里又忙外的 实在太辛苦了 谁让我就是这个命呢 丈夫好不容易回来了 又跑到你们文家去帮忙 我真是命苦啊 学宁 我听你姑父说 你爹现在越来越重用出生了 你们最近还一起在做 唐叶生意 是不是真的 是啊 爹还让我做顾大哥的重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接着我他们就会做顾大哥 谢谢观看 我是一分钟我ihat看 这时还没用到 照顾对 你再次清职 你说真心这就可以了 没有把这些水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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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难免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女的够的感 现在在你们文家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对不起 大小姐 你没事吧 雪妮 怎么了 对不起 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女孩子不要太逞强 这里有根冯管事就行了 你就留在杭大龙 处理破单的事就可以了 怎么了 很疼啊 你呢 不 这事 早 儿子 来 国宣兄 真是慧眼是英才啊 现在顾楚生帮你打理这生意 是越做越大呀 顾楚生确实是个人才 所以我才省了不少心哪 国宣兄真是好福气啊 有学您这样孝顺能干的女儿 又有顾楚生这样得力的助手 加上最近新娶佳人 可谓是喜事连连哪 是 谢谢 来来来 咱们敬她一杯 谢谢 没干杯 谢谢 恭喜闻老爷呀 二郎家 闻老爷 好久不见了 听说闻老爷最近新娶了一位 如花似玉的太太 我是专门来跟您喝酒的 谢谢 谢谢 二郎家 我看你应该不会只是来恭喜我吧 我也不兜圈子了 我 听说闻老爷最近在做堂业贸易啊 可不可以我们两家强强联手 一起做点生意啊 如果我们两家联手 那是再好不过了 爹 你回来了 你去吧 爹 码头已经修好了 您去看过了吗 你先坐下 爹有事问你 怎么了 爹 最近我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说你跟楚生走得很近 还有越轨之情 是真的吗 这 绝对是没有的事 肯定是谁又在跟您造谣了吧 你别急着跟我否认 俗话说 无风不起浪 你跟楚生彼此欣赏 爹看在眼里 更何况其他人呢 爹 其实我并没有想过要和他在一起 没有想过就最好了 因为纵然你想 也是空想一场 人言可畏 为了文家的声誉 千万别朝日化病啊 爹 我明白这些 可是 在你心里 到底是女儿的幸福重要 还是声誉重要呢 从小你们三兄妹 爹最宠的就是你 因为你聪明 好学 争气 爹把你视为掌上明珠 在爹的心目中 你的幸福是最重要的 为此 爹可以为你牺牲一切 爹 您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做出有损文家的事 那就好 爹知道 爹知道你是个同情达理 明白是非的好孩子 好了 那我回去了 对了 最近复修为什么不找你 之前他不是一直缠着你吗 他 他最近正忙着想怎么打败那个史川俊呢 前几天 史川先生也说他儿子在追求你 看来是真的 他追求我不追求我 我一点都不在意 我对日本人也没什么好感 但是史川俊看样子还是不错的 要是你 爹 我已经答应你不跟顾大哥在一起了 你也不要把我推给史川俊吧 爹不是把你推给他 只是以为你对他有些好感 我的事儿 您就别操心了 好 好 不管怎么样 以后爹一定给你找个合适的 让你一辈子都幸福 爹回去了 老爷 你找我 这么一大早把你找过来 其实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决定跟李同泰合作 一起经营唐爷的生意 这样一来可以借用李同泰的码头 货运船队 工人 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分担风险 二来可以缓和跟李同泰的关系 小夕同意吗 这个主意是小夕提出来的 是吗 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合作 合作细节我就不管了 你去和小夕商量一下 至于码头重建 先搁置下来 至于学宁 我已经调回孟元管账了 有问题吗 没有 那就好 我一直欠疚把你带到孟元 让小夕不满 现在你们夫妻合作 我就放心了 那既然文国轩要跟我们李同泰合作 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大哥 文老爷让我全权负责 至于合作的细节我们可以一起商量 有什么想法和要求都可以跟我说 大哥 何必讲那些虚的呢 谁来不是一样 再说 无非就是两家合作嘛 赚了利润以后一起分不是吗 那大人 其实这次你们帮了恒大龙很大的忙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想不到恒大龙这么大的买卖 也有求我们李同泰的时候啊 是不是啊 顾总管 大哥 大家是一家人 何必说这种话 您现在是孟元的总管 我说话当然得公平点了 顾大总管 咱们谈谈公事 好 既然您也承认 我们李同泰帮了恒大龙的忙 提供了码头 船只 工人 那就理应分得更高的利润 你的意思是四六开 不不不不 这个条件恐怕恒大龙不会接受 那就免谈了 大哥 不要再听论了好不好 李同泰 我说了算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 那 谢谢你 小夕 你也不用谢我 现在生意不好做 所以 否则我的态度和我大哥一样 小夕 这儿没什么事了 你回去休息吧 没事 我这儿就差一点了 想通了就可以应付文家的船运了 是啊 李同泰本来就要改变经营方式 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 我知道 否则我不会亲自去找文国宣谈的 小夕 其实两家合作 不仅仅是让李同泰和恒大龙结盟的壮大生意 从另一方面来讲 其实 还可以缓和你和楚生的关系 这不是挺好的吗 听起来 你已经知道顾楚生和文轩宁的事情了 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 我们应该相信楚生 这肯定都是误会 误会吗 小夕 事情未必像你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你这么想 其实 感情和 感情和生意是两码事 你要为了王家 为了李同泰 小夕 你千万不能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 这个嘛 我就不能保证了 我 还能保证了 曲自己 说这 真的很像 没想到 抢 凤凰 我们 云 在 他 你 你 很不信 你 有什么 爱恨别离 一转眼一场梦 你是我手中断线的风筝 慢慢的远离远离我孤单的身影 你不愿我承受思念的不安 爱已变成你心里的负担 我不要你说出离别的借口 是悲剧也不愿告别在今天 Zither Harp